老公 老公 我爸他住院了 你赶紧给我转二十万 那你先说清楚 是你爸生病了 还是我爸生病了 那我爸不就是你爸吗 非什么呀 你赶紧别啰嗦了 赶紧给我转钱 既然是你爸 干嘛找我 怎么不找你弟弟啊 哎呀 那我弟最近不是刚提了辆车吗 他哪有钱呀 你弟弟去年买了个新房子 现在买了个大宝马 他可真有钱啊 哎呀 阿坤 我知道你一直都看我弟不顺眼 但是他现在也确认是没钱呢 你看你 既然他没钱 那我从哪里给他搞二十万啊 咱们公司什么情况 你心里不是没个数 我不管啊 那我爸他现在生病住院了 你又是他女婿 你不给他拿钱 谁给他拿钱呀 总之你别指望我跟你爸拿一分钱 你爸生病 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个外人 阿坤 你听到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是你老婆 那我爸也是你爸 怎么可能是个外人呢 我是个外人 这话可是你妈说的 去年你们家拆迁 你一分钱也没分到 还怎么说呢 你是个女儿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还说 他们就你弟弟一个儿子 以后养老生病了 住院 和我们没关系 我还提醒他 这个钱啊 不能全给你弟弟 要自己留点 要自己留点 可你妈怎么说呢 这是你们家的家事 和我这个外人没有关系 这可是你妈的原话 哎呀 你看看你啊 这都半个月前的事了 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再说了 我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那可是我亲爸呀 阿坤 你说我不管他 谁管他呀 那肯定由你弟弟管啊 你弟弟可是你爸的亲儿子啊 哪能轮得着我这个外人啊 还有 你这工资卡一直放在你父母那里 从结婚到现在 一分钱都没拿出过 你的工资卡呢 姓马的 你说你个大男人 你怎么还惦记我那点工资呀 你是一个男人 你赚钱养家 那不是应该的吗 我惦记你的工资啊 我敢都不敢想 你的工资卡一直放在你父母那里 他们现在生病了 直接用卡列钱不就行了吗 那个钱 动不了 是用不了还是不能用啊 去年我公司遇到多大的困难 让你拿卡列钱顶一下 你都不愿意 现在好了 你爸生病住院了 你还说用不了 到底是用不了还是不能用啊 这些钱你是留着生仔啊 那笔钱 我拿去给我弟买房了 你弟 你弟 什么都是你弟 去年公司遇到多大的困难 让你的钱拿来用一下 你都不愿意 现在拿钱给你弟买房 你都乐意了 不是 阿坤 那我不是知道这公司的钱你有办法能解决吗 再说了 那是我亲弟弟 我不管他 谁管他呀 去年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不是我能帮兄弟帮我 现在公司早就没了 什么都给你弟 我实话告诉你 现在公司一分钱也没有 那没有你不会去借呀 那去年咱们公司遇到困难 你那帮兄弟不也是帮咱了吗 你再去求求他们 这帮一次也是帮 帮两次也是帮啊 你是我老婆 不帮我也就算了 还让我去借钱 给你爸看病 我娶的是你一个人 不是你娶你全家 你们家什么事都让我来背 他们有手有脚 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想回你们全家 哎呀 现在都火烧没冒了 这医生都开始催了 你说 你那帮兄弟们这么有钱 去年咱们公司出事 那都是他们帮的忙 现在你老丈人生命住院了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你去借 他们肯定会帮你的 凭什么 李东妹 我兄弟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把钱都借给你了 他们用什么 哎 不是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不想管我爸了 管什么管 怎么管 你弟弟说了 他是亲儿子 以后你们家的事 让他自己管 去年猜天管一百万 一分钱也没有 现在倒是好了 出了事了 让我来管 我凭什么管 让你弟弟自己管 不是 你让他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你让他去哪儿弄那么多钱啊 还在这里罗里巴说干什么 让你弟弟把车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啊 不是 把车子卖了 这怎么能行啊 哎 他那车刚买没多久 现在卖了 那不就抽二手车了吗 这得亏多少钱啊 你弟亏欠你心疼啊 找我拿钱 倒是理直计创了 你爸生病住院 还是他重要 还是钱重要啊 你弟弟啊 以前随便乱花 现在好了 你爸生病了 他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能怪谁啊 哎呀 老公 那我爸不是还有你这个好女婿吗 对吧 那你也算半个儿子呀 你就好好表现表现吧 啊 哼 表现 我为什么表现啊 我表现给谁看 你妈说了我是个外人 你 阿坤 那可是我亲爸呀 你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啊 我真是看走了眼 哎 李东美 我娶你才是看走眼了 在你眼里心里 只有你爸你妈 还有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我啊 只是你们的提款机 我 哎呀 老公 行 这以前就算是我不对 哎 我现在就回去 把我那公司卡拿过来 你就帮帮我 帮我搓点钱 行不行 啊 好不好嘛 把工资卡拿回来 啊 让我拿钱 让我去借 我不借 要借啊 让你弟弟去借 我 马坤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让人不帮我去借这个钱 那那我就去跟你离婚 好 离婚 你又给我来这一出 每次说到你没礼的时候 你就给我提离婚 行啊 那我们今天就去 不用等到明天 好啊你阿坤 你还真要跟我离婚啊你 我这是瞎了眼 我看着这个白眼狼 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感恩 我是白眼狼 哎 我不懂得感恩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感恩 我是应该感恩你 这么多年没孝敬我父母一分钱 还是应该感恩你掏空火去伏辟你们全家 我们结婚为的是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不是伏辟你们全家 既然我们是夫妻 就应该夫妻同心同甘共苦 我不求大富大贵 但是作为妻子的你 就应该做到妻子的真 既然你做不到 那我们的路注定走不远 像这样的伏地膜不要也罢 好啊你个像马的 我爸他现在生病住院了 我就给你要二十万的医药费 你都不给我 你还要把我赶出去 你这样做是没有人会支持你的 知不支持你说的不算 俗话说夫妻同心黄图变成金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你的心根本就没在这个家 我今天啊 终于收购了你这个伏地膜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